朋友开演唱会的还有周杰伦 周杰伦将在12月在大巨蛋来开唱 只不过票价都还没有出炉 有黄牛竟然已经开出了超扯的天价 皇室代购费就已经破6万元 让歌迷看到之后全暴怒 说这价钱要不要干脆出国呢 而有律师则是表示抓到之后 黄牛最高可以备除票面金额的30到50倍罚还 回关青年天王周杰伦再度在台湾开唱 还有踏进台北大巨蛋 成为公蛋演唱会第一人 常常爆满起破头台下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周斗魅力无发挡传出演唱会时间 就落在12月上旬 但票价时间位置根本还没出来 黄牛就已经先嗅到上机 有网友po出与黄牛的对话 没想到对方竟开出特区第一排 六万两千元的天价 实在让他吓坏了 甚至还说仅仅是代购费不报喊门票 其实早在演唱会确定后 各大社群代牌代奖贴文满天杯 这次烧张黄牛现机直接喊破六万元 特区前三排三万多到五万多 随机座位也飙到近两万元 连坐到四楼淡定 行情也来到一万四千元 黄牛代购还只是说起跳价 花费恐怕只会更高昂 网友怒吼 这价钱可以出国玩了吧 黄牛真的很可恶 到时候又要搞实名制了 在代购看只要花九千元 位置还可以不远不近 文创法里面有另外的规定 黄牛可以处罚三十倍到五十倍 他贩售黄牛票的票面金额 栽满大巨蛋 观众席座位逼近六万人 天王开场总是一票难求 不想黄牛想趁此大捞一笔 只判加强取缔 恶主爱疯 记者零星线前面